大家好,我是Aris 今天歡迎大家回到Hi-Fi Channel 看到了 有這個就一定會有這個 就是沙東維文 黑膠唱片 之前說過一些關於黑膠的概念 要下去 去到第一步 我們說一些實體 不如我們第一個說唱片 好 現在一般我們看到 都是那種 12吋 12吋的LP 現在就叫做Winal Winal就是比較適合 就是教 LP應該分了轉 以前那個叫做長壽唱片 因為那時候 Long Play 現在的人就叫做Winal 因為 12吋唱片 其實都有兩大雷分 有3分 有3分1 有3分1 和45轉 每分鐘計 轉數越快 即快點長遠 可以裝到歌的時間會短一點 45會短一點 所以Long Play是33 有3分1 Long Play就是LP 所以大家記住 很多人說黑膠是LP 如果他講了LP 就不是45轉 是不是這樣 可以這樣說 可以這樣說 其實我真的有一個文獻 33 有3分1是Long Play 所以叫做LP 所以你先教清楚這個名字 不要這樣說 我想要LP 不是沒有45轉 其實 剛才你說了兩樣 12吋碟 有分3 13 有3分1 有45轉 其實這兩個 除了裝得較少 之外 其實這兩個 如果你說33 有3分1 可以裝多些歌 為何又要有45轉 以前做45轉的原因 就是它的坑紋與坑紋之間的Pitch 已經闊了 闊了 坑紋可以刻深一點 它的聲音質素 是無可否認是高一點 但是45轉一般來說 都是單曲 因為可以斬件 古典音樂播45轉 其實一定會斷 一定會斷 所以 通常是否古典音樂都會是33 33 因為它要整個鱈圓 沒錯 你不會聽聽之後 停了反碟 你記不記得以前 有很多碟 你會發覺一邊是1 Side A 這邊不是Side B C 是D 為何呢 A和B是兩隻碟 為何呢 就是你電台多數都有兩個盤 過月A之後 這個盤接著就接著B 對 所以這邊反了去 是C 我這麼久以來 我是一隻碟 我以為它做錯了 A後面是C 不是 B後面是D 主要是給你在電台播歌的時候 你可以反碟而有完貫性 可能D已經在播接著 D變起針之前 D變落針 D變起針之前 D變落針 D變起針 我發掘一個很有趣的 有些33轉 但兩幾點 但它一邊是沒有問題的 光碟 它出不完 光碟 還有一個特別的 它不是刻到很深入中間 它可能很早已經停完了 它的內容不夠 時間的原因 沒什麼特別的 我打算它整密一點就一幾點搞定 不用兩幾點 一定不可以 一定會斷掉它才會分 因為它也是一個成本 對 我覺得成本應該可以一邊是沒有問題的 大家看電影 有時候那些 入銀進去 做Bosser那些 那些45轉 那些很小隻 通常都是一首歌 一邊一首歌 但那些碟可能只有7吋 7吋 那些叫Single Single Single 即是一邊一首歌 即是一邊一首歌 兩邊就是兩首歌 兩邊兩首歌 沒錯 我是有買過的那些碟 即是7吋碟 兩個問題 落針 很容易 要留意這個 通常來說 你不要太放肆 你落針 等它落了一個 groove 你才好離開 這個是習慣的 因為以前的碟沒有一個Edge 我叫Edge Guard Edge Guard Edge Guard的意思是 你見到碟邊那裡 它是有一點好像焗氣 焗氣的 我叫Edge Guard Edge Guard Edge Guard就是 慎防你落針的時候 拼了它出去 即是說一定管著它 落到Hermann那裡 這個是後期那些碟出現的 之前那些全部都很平 平的那些很容易 你不要太放肆 你打算落進心之後 就趕快坐位 很多時候都會出事 剛才你說的那個位 它比較闊一點 會比較闊一點 那邊 Edge Guard 你落針會比較安全 但我舊的7吋碟 它旁邊沒有那條邊 它是平的 還有一點斜 而且它很窄 所以落針真的要小心 沒錯 但有個江湖傳聞 有網上看到有些人說 不要聽那麼多7吋碟 一聽就內圈失震 這個跟7吋12吋沒有關係 如果鋪12吋 它一樣是內圈失震 一樣會的 這個是調教的 因為我記得很奇怪 平時聽碟都是由外面聽到盡 等於7吋那個範圍 都沒有時間 因為你認識得好 因為Way不是教我認識的 其實我覺得那是一個誤解 如果你聽7吋碟是會發覺實真的 即是運行10吋碟的內圈 都是實真的 沒錯 因為你的Obsic Angle調教得不對 因為黑膠你就知道了 其實它是一個 在數據上是 那支臂的活動是有些缺合的 但至今這麼久 我們還在沿用幾十年前的技術 證明其實是沒有問題的 如果有問題就改了 因為要改了 要改了幾十年時間 不是很難的事 我想其他尺寸的碟 現在都不是流行找到的碟 7吋、10吋都比較少 現在比較少 10吋的那些 很多時候當作是一套 Promotion Item 多數都是這些 12吋 12吋 有45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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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 因為它可以真的 黑膜更深 深一點 黑得深一點 信息量會更好 而且你的鼻 活動的時候 會比較Smooth 因為紋窄的時候 其實靠唱針 秒過去才會帶動鼻動 其實來說是沒有理想 它的油純度會高 但不是所有的都會有45吋 我們都看得多了 當作是一些 Premium的 有時看到一些 可能整個製作都會比較高 有些不止 你看一下 Jernifer Lawrence的 南語褒 還有好像出了四個碟 因為它做45吋 因為它做45吋 還有它多放一兩首歌 你會見到裡面有很多空位 因為它多放一首歌 又放不完 所以它變了 所以它可能是這一個圈 就不需要這樣入圈 沒錯 換碟會比較辛苦 不過不要緊 是一個追求 對 每一碟都是一個過程 好 好了 碟就說了 然後 經常都說 玩黑膠就是玩盤鼻頭 好像高深莫測 其實也不可以說高深莫測 因為這是一個組合 要盤、鼻、唱頭 再有一個封路 你知道封路的工作特性嗎 其實我們黑膠是把頻應反轉了 如果不是的話 它是不可以放小在一隻碟 我們一定要把低頻壓縮 高頻放大 黑膠有一個容量可以做到 在一隻12吋的黑膠上 重播的時候 我們就需要一個封路 或者我們叫做Equalizer 然後將它等化 這樣才可以放回正常的測路 不要只以為它是放大 不是只放大 針尖十順之後的微弱訊號 放大 不是那麼簡單 是裡面還有一些等化的功能 這些進階的時候 我們不如下一次揭開一個面紗 盤、鼻、頭 我們先不要說那些複雜 我們先說類別 不要令人覺得它真是高深莫測 不要神化 不要行人之寶 不要行人之寶 下一次我們就回來 找威文說一說 之後的三樣 盤、鼻、頭 還有一些分類 好 下次再見 還有一句提醒大家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 是歡迎你們留言的 我們可以再去解答你們 或者拍給你們看 好嗎 下次再見